那么这一段里面有一个重点 这里面就是 你去毁坏别人 去毁谤别人 那么这是极大的恶 刚才讲这种恶心恶恋 就像蛇蟹一样的恶毒 那么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说 我们面对毁谤要怎么办 如何面对别人的毁谤跟侮辱呢 我们不去造恶对不对 我们就不毁谤别人 但是我们如果被人家毁谤怎么办呢 尤其现在的人多多少少 而且大部分都会面对这个情形 那怎么办呢 那法师跟我们讲 那法师说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 沙坡世界是最好修行的地方 在沙坡世界修行一天 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就是告诉你问题点出来 你要在哪里修行 在毁谤中修行 这样才修得了行 不能修不了行 德行出不来 我们常讲说自己修得显信德 那请问一下修得信德怎么显 就是在毁谤里面显出来 古来大的都是这样修成功的 但是也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级的世界没有障碍 样样顺心 样样如意 提升很困难 这个世界就是沙坡世界 苦肉夹杂大起大落 要堕落很快 以下就掉到第一次了 要往上升也很快 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个环境 抓住这个环境 大幅度的提升自己 多好 大幅度提升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慈悲 就是爱心 你能够把爱心扩充到 华界西空界 至少也像地质龟那样一个标准 环视人这些爱 你能够爱一切众生 人之外 所有动物平等爱惜 甚至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你没有一样不增成爱心 那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的品位就提升得很高很高了 老法师说 我们住在这个世间要学这一招 就像老法师现在一样 他面对很多毁谤 你看他每天讲说不断 讲说不错 他讲解经典不错 不停止 一点都不受影响 老法师说 我们处在现在这个世间 要学这一招 学化解所有的怨恨 别人毁谤我 侮辱我 陷害我 不但没有怨恨 还有感恩的心 为什么 消我的业障 顺境里面感恩 逆境里面更感恩 这一生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多么幸福 放下恩怨 全心全力尊重别人 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段落修丧 积功累得 要这样去做才有真实的功德 但是一般的人 都放不下恩怨 忘恩很容易 忘恩很快 祭怨也很快 所以老法师说 住在这个世间 跟一切众生往来 就学普贤菩萨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恋恋想去帮助他们 成就他们 众生造恶没有关系 有缘 你慢慢去感化他 我们先做一个好样子 来给他看 让他慢慢觉悟 关键就在这句话 俗话讲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他骂你 他毁谤你 结果你也毁谤他 你也骂他 你就不能够做一个表法 像老法师在讲海贤老和尚 那个电工要来收费 弟子问说为什么 这个海贤老和尚说 为什么这个一的电会这么贵 那个电工恶化布说 啪就打下去 就打海贤老和尚的脸 他涂口水 弟子抱不平 海贤老和尚说没关系 他打我的脸是烧我的羊 他涂我的口水是帮我洗脸 这就是这里讲的 海贤老和尚学普贤菩萨 横顺众生 你来逆言 我更感恩你 因为你笑我的乐章 你看他跟一个电工往来 他把他尊重像佛一样 他把他尊重像普贤菩萨一样 他把他尊重老是在考试 他没有起诚恨心 光凭这一点 光凭这一点 我就认为 海贤老和尚已经做到 释迦摩尼佛在因地的这个境界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 然后法师说海贤老和尚跟六子大师一样的境界 所以他什么都知道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 他说如果他没有正德 他讲出来是大妄语 那是出家人的大忌讳 那既然海贤老上已经讲出来了 说我什么都知道了 那就是一个抉择 过去现在未来 就是经常见面讲西之西剑 我完全明白 也就是他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 自信本济清净智慧 本自济子 本不动摇 本不生命 能生万法 觉悟什么真相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刚才讲的 他现在是在谜 他虽然是一个电弓 但是他现在在谜 他在燃 他在燃五一六成 他在燃灵魂利养 他在燃自私自利 但哪一天他觉悟了 他跟一样是否 海贤老上体悟到这个道理 换句话说 当这个电弓把海贤老上的脸 打下去的时候 吐口水的时候 海贤老上已经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所所相 了不起啊 你要从这个东西看 我本人听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听不懂 我们把他当成一般人说 哎呀我忍耐他 我忍耐他 他帮我洗脸 他打我耳光 他帮我骚痒 忍 忍 那个忍 忍 忍 还有一个我能忍 还有我所忍的 打耳光跟洗脸 那你还有能索 那哪是否呢 真正到极乐世界是绝大境界 他是能索双亡 没有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境界啊 也就是说 没有我能忍的海贤老上跟索五路的电弓啊 你要懂这个道理才有办法看透 海贤老上是一个否耶 我是从这个地方再去体悟出来说 哇他这个境界太高了 他只有练一记符号到这个境界 那为什么我说老法师说 海贤老上跟六十大师同样的境界 因为六十大师悟到这个 何就是本之清静 本之境的本不动摇 本不生命能生万法嘛 海贤老上如果没有悟到这个境界 他就会有我贪我爱我真我吃了 那为什么我说他已经做到佛的境界呢 因为他跟释迦摩尼佛无奥无别 平等平等 我们来看 我们不要看佛陀本圣经阴地的故事 我们就看金刚经里面讲的 佛陀说他在阴地的时候 他在山中修行 割力王带着兵会到山中去玩 割力王翻成中文叫暴内 那些兵妃看到佛陀 法相专人听佛陀开示 佛陀为他们开示说 应该远离五一六成 应该寻求解脱的生活 这些兵妃听得非常感动 法喜充满 乐子不疲 割力王醒过来以后 马上起了个惩恨心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兵徽跑到你那边去 马上产生一个战友心出来 还有一个嫉妒心出来 还有一个惩恨心出来 他过去这次质问佛陀 为什么你叫我的兵徽到你旁边去听法 佛陀说他们自己来听我说法 他说你你有没有动欲望之心呢 我们见社会生心 我们见到美的东西会生心 我们会起欲望之心 佛陀说我没有生起欲望之心 隔离王不相亲 隔离王说你没有起欲望之心 武通先人都有起欲望之心 你怎么没有没有欲望之心呢 武通先人就是天佬通 天佬通他心通宿命通孙子通 但是还没有到达断烦恼的入境通 前面那五个都通了叫武通先人 武通先人有时候还会输去禅定 他会输去定功就起欲望之心 这隔离王就反问佛陀 你真的没有欲望之心吗 我说真的没有 佛陀说我真的没有 隔离王就把刀拔出来 割佛陀的耳朵 手脚 皮肤 痛不痛 痛不痛 佛陀说我不其惩慧之心 我不其惩慧之心 意图我没有欲望之心一样 如果我这个心 我不能够恢复 被你割掉的这个耳朵手脚 我就是没有这个心 所以他可以立够恢复 后来隔离王有跟佛陀忏悔 隔离王 佛陀当时跟隔离王讲 我将来成我第一个度你 就是这一次的敲诚如针走 在《无量寿心》里面第一个出现的 这个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他没有我相 没有人相 没有宗相 没有受走相 他没有起 没有起心动恋 他没有起承恨心 他也没有起意望之心 幅然句话说 佛陀在那个说已经是法身大事了 无助生心了 因无所知的生起心了 他没有起心动恋 哪来个我生气呢 同样道理 这个电弓跟海神老上 打脸 吐口水 仿佛是现代的隔离王 只不过他是用手打脸 吐口水代替那个小刀 一样的道理 海神老上 他说他给我烧痒 他给我洗脸 跟佛陀讲的一样 我没有起欲望之心 没有起承恨心 也就是说海神老上 当下不起心不动恋 他没有起承恨心 他如果有起承恨心 他讲不出这个话出来 他顶多不说话 对不对 或者说 哎呀众生业障重 他连说都不说 为什么 他也做到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那谁做到清净平等觉 佛 就是海神老上 今天他要不是修到 因无所住生其心 他一定会起心动 换句话说会动怒 那动怒呢 粗的跟细的 你细的你看不到 粗的他可以用压制的方式 可以用禅定压制 粗的烦恼 那细的更不要讲 那承沙祸根本看不到 那菩萨在破承沙祸 阿罗汉在破见识祸 所以阿罗汉破了贪嗔痴漫里的 那时候他就证阿罗汉了 海贤老和尚已经超越阿罗汉了 他没有承沙祸 他也超越菩萨了 海贤老和尚道 因无所住生其心 就是原教出租位的不上 最少法身大事 也就是分正位 在天台的六祭佛里面 分正祭佛 分正佛就是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才有办法 做到因无所住生其心 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功夫非常了得 了不起 所以海贤老和尚才说 他以后全世界都会知道他 他怎么知道老法师会赞叹他 全部尽忠学会同仁 要跟海贤老和尚学习 我们讲堂每天播放三次 最少两次 我们每天都在看 我们每天都在看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想 为什么答他 耳光跟吐口水 竟然他不会起疼心 不会起怨恨心 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 才有所领悟 我把我这个领悟讲出来 否则我实在是 一开始我听老法师说 他是六祭大师再来的 我听不懂他到底是不是六祭大师的化身 我们不要去讨论 为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都是化身再来的 都是硬化身再来的 十方三世一切佛 同共一法身 他也是释迦摩尼佛再来 也是阿弥陀佛再来 也可以说是六祭大师再来 为什么 佛佛道同 佛佛道同是什么意思啊 都做到 因无所住的升级心就是佛佛道同 在分正佛里面还有四十一个阶位 但是入庙节位 佛佛道同 佛跟佛互相赞叹 我们应该像海前老子上学习这一点 为什么他当生可以成就 为什么我们六道沦迴不断 无法处理 他只不过是一记佛号 一个不认识字的乡间老人 他做到了 今天我们研讨到 海前老子上的这个圣贤的菩萨足迹 我们必须要看透这一点 你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所以海前老子上是从清静平等入觉悟 入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所以老法师这个 老法师的这个智慧眼看出海前老子上已经是佛的境界了 这是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把海前老子上的精神讲出来 海前老子上他就是在学习普贤菩萨 他横胜众生随起功德 所以我们如果碰到这种情形 我们应该学普贤菩萨 帮助他们 成就他们 众生造物没有关系 有缘你再慢慢去感化他 没有缘做一个好样子来给他看 海前老子上做到这一点 当时他教这个电供电供不会给他教啊 可是电供回去一定会想说 奇怪我打他到我关他怎么没有缘念 为什么土国者他没有缘念 还说是烧羊跟西年 海前老子上做一个好样子来给电供看 这里面海前老子上真的明白事理因果 性向提出因因果报本末究竟 天台中里面讲的事如事 所以海前老子上呢 就做到一个好样子来给他众生看 让他慢慢去觉悟 像《华严经》记者里面所说的 这个记者我们把它背起来 非常好 舍身无量等成差 舍身无量等成差什么意思呢 等到你把这个身件破了 我子破了 你这个自信悟了 这个无量的智慧流露出来 就入平等法界了 一差一尘都是玻雷所呈现的 舍身无量等成差 就是三合大地前陆法王身 这个就是开悟的境界啊 所生无量等成差 海前老子上做到了 菩萨做到这样的好样子给我们看 我们应当学习 自己觉悟了 帮助别人觉悟 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海前老上下 我们从这样上学习 他等于帮助我们觉悟啊 随眼不攀怜 有这个机缘就做 没有这个机缘不要做 对这些世间的物质现象 原济原善 聚的时候没有欢喜心 没有贪恋心 善的时候不生烦恼 没有怨恨心 聚也好善也好 总要心平气和来对待 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绝而不明 这是我特地从晋空老法师 在讲《华言奥子望静凡连观》 第七十集里面 老法师给我们开示的 如何面对别人的毁谤无路 我们再来探讨 为什么海前老和尚 是达到六祖大师的禁忌 今天因为是讨论到 不要去毁谤别人 不要毁坏跟毁真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碰到别人的毁谤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支持 我们怎么去反求自己 怎么去觉悟 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必须要了解 老法师开始这个道理 然后我们学习海前老和尚 也就是沙婆世界 是一个好修行的场合 换句话说 顺境跟逆境都是好修行 但是老法师说 逆境要更加感恩 顺境是感恩而已 但是逆境更感恩 所以一切的苦跟乐 都是你修行的一个契机跟因应 觉悟就在这一恋间 二也是修行的契机 三也是修行的契机 当你能够觉悟契入的时候 你就跳脱善悟对待 那就要恭喜你 你见到自信了 那就能够恢复我们的一体三身佛 清静法身佛 圆满报身佛 拜坚力化身佛